我剪片的時候發現原來整條影片 我都沒有說過地勤其實要做什麼 所以遲些我會拍一條短一點的影片 說回這件事放回Facebook 如果你們想知道就留意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個小背景是我弟弟的兒子 放在這個家裡的玩具 今晚去飛機切合到今天的主題 我把他放在這裡 其實我之前拍過一條影片 說我做過什麼工作 但那條影片沒有出 因為上次在IG的Q&A 大家真的對做地勤太多問題 所以我就決定先出這條影片 還有簡介一下我做過什麼 如果你對我其他工作也有興趣的話 我就逐次拍來講 在以前還沒畢業之前 我就在迪士尼做了兩年半的兼職 就會在一間店裡工作 畢業之後我就要找全職 就開始做地勤了 一會兒會說的 因為我是轉過公司做地勤的時候 當我做了大約五年至六年地勤左右 我就轉了在航空公司的辦公室 在那裡幫飛機師編姦 那裡做了一年半 就因為自己的病 公司不讓我停留職 所以我就辭職了 現在呢 是在做秘書的 今天主要的主題就是 說地勤那方面 首先 空姐和地勤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千萬不要想說 我做了地勤 之後容易會做到空姐 這個觀念是錯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空姐的話 你瘋狂地考空姐 不需要特意去做地勤 而在香港地勤是會分兩種不同的公司 兩種我都做過 一種是代理形式的地勤 怎樣說呢 就是他們不是香港的航空公司 例如英國航空 日本航空 他們在香港沒有一個總公司 所以也沒有自己的地勤 他們就會去找一些公司 提供一個地勤服務 那些就是地勤代理公司 然後另一種 大家比較熟悉 本土的航空公司 它有自己的地勤 這兩種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分別都很大 我自己就一開始進入了代理公司 做了大約兩年左右 我就轉了入國泰那裡做 做了四年左右 他們最大的分別就是機票的優惠 因為如果你是做代理公司 你不是自己一間航空公司的員工 所以你是不會有真正航空公司員工的一堆 比較好的福利 如果是這樣 全部人都進入了國泰那裡做 那為什麼還會有人做代理公司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你做代理公司 你會學識的東西是更加多的 如果你對於航空業 是真的很有熱誠 很有興趣 對於飛機是很喜歡 想接觸多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這些代理公司 他們是會令到你有這種滿足感 但是譬如我這樣兩間公司都做過 你就會知識比較豐富 和多元化 和你會更加清楚 不同的航空公司 他們的規矩 他們的規矩 都會有很大的分別 記得很多朋友 都是想問 容易入行的 其實真的很容易 因為現在地勤是很缺人的 不需要特地去學 或者去讀一些什麼的課程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讀過 我都是不打不撞就入了行 你說interview有什麼需要呢 其實真的很簡單的英文對答 如果你說你一直說英文 在哭哭哭哭 真的好沒有自信 那些就練一下 但是如果你說你跟外國人 其實本身都沒有問題 都留理的話 我不是要一些很深的詞語 只不過其實要一個正常的對答 就可以了 還有最重要是笑 一個親切的笑容 對於這些旅遊業服務性行業 是很重要的 所以記住 有什麼事都好 先笑 那你基本上 就無往而不利了 而很多人問 其實做地勤是否辛苦呢 我自己就覺得最辛苦 也都最難適應 就是輪間的制度 要想一想 最早可能會是 早上凌晨4點半 所以分分鐘 你已經是由 凌晨1點幾 就已經出門口了 那你最晚的時候 收工呢 分分鐘原本的間是 收到凌晨2點 之後 因為飛機delay 你是最遲的一個 你不能離開 那你就可能會做到 早上7點 然後通宵間 這些也是 無可避免的一件事 你說 是否真的完全沒有選擇 那有得調間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理想 調到你一個很喜歡的間 呢 每個人都想回那些間 是否每個人都回到 還要是 你千萬不要想要放聖誕節 農曆新年 復活節 這些大時大節的事情 你預計在機場那裡過 還有呢 你會沒有了星期六日 這個概念 十個地勤裡面有十個 都只知道今天幾多日 還有我幾多日出間 我幾多日要上班 幾多日要放假 但是呢 那時候我是挺喜歡這個模式 因為呢 我們全部假期都上班 我們放假的時候 基本上吃什麼都不用訂位 然後可以吃到下午茶 然後又不用跟人逼 街上就沒有那麼多人 一切的東西 你都會覺得其實挺美好 還有我放大假的時候 基本上一定是旅遊的淡貴 就是你不需要跟那些辦公室的人欠 那些什麼請兩天放十天的大長假 全部超貴機票呢 就不需要有這個煩惱 人工方面 其實大家都應該很關心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不喜歡OT的人 那你做地勤的人工就不會高的 那大約都是一萬或者一萬頭左右 但是呢 地勤有藥好的地方 就是多勞多得 只要你肯OT 就幾多T也有得到的 那有時候可能是一些比較忙的日子 假期前後呢 直接有機會會有1.5的人工 那些日子你只要肯加班 基本上 其實你去到二萬元都不難的 這份工 但是你就要犧牲你的時間 真的一定要OT 而且全部都要一些凌晨的間 你才可以有這麼多的免費 那你就可以維持到一個你想要的人工 但是如果你說我對於人工沒有什麼要求的 其實我回來是賺錢買花帶的話 這份工是不錯的 因為呢 我自己就覺得出來工作 就發現其實做地勤就不是太大的壓力 因為呢 你放工就是放工的了 除非你做貴賓室 你來來去去 可能有些人是frequent fire 你每個星期都會看到他那些鑽石卡 金卡那些 如果不是呢 就算他對你說粗學 他罵你 他不滿意你 你投訴你也好 只要你是check in完他 或者送了他上飛機之後 你這輩子都不會再見到他 這一件是挺好的字 就算同事也好 其實一間公司大約幾百幾千人 就算你自己本身很內向 你去到那裡正正常常的話 你基本上都會交到你屬於自己的朋友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不錯 如果你說有什麼小趣事 真的很多 我想大家如果比較想聽的 可能是關於一些名人的故事 其實我自己就是一個認人真的很差的人 話說有一次我是check in 之後我就很normal地 Greet他 Hello 你今天小姐去哪裡 男朋友Passport 一打開Passport看 何韻詩 之後看著張網前 真的是何韻詩 但你的內心 就算你的小鹿跑到哪裡都好 你要專業 你要專業 你不可以是那種小粉絲的感覺 所以整個過程都會很冷靜的臉 但裡面的小鹿已經撞了頭很多次 就會有很多這些事情發生 真的有很多 而且你們會看到一些明星 他們掃眼的樣子 分別不會很大的 怎麼都會認得的 但你自己心裡就暗起 你自己本身不化妝 原來也是差不多 我都不是很差 就是你就會有這種思維 我覺得如果女生做地勤 就有很多這些感覺 我覺得十個人進去做地勤 有八個都會償底了 因為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令到你個人很紛陣 在座各位可能試過買東西 買到超重 我最討厭聽到別人說一句 姐姐 差一點點給你 不是這樣也要收錢 但其實當時 可能我的樣子都是保存微笑 但心裡是 妹妹仔 你明知道差一點點 不要買這麼多 不如不要弄姐姐 你快點給一點點錢 好嗎 真的會有很多這些OS 在裡面 做了地勤之後 你就真的會明白 可能你覺得有些事情 其實你幫一下我也不難 但有時候有些事情 其實我也是打工的 如果我幫到你 公司又不罵我 我早就幫了你 特別是有些 譬如沒有一起坐 或者分開了位置 你猜我好想分開你們 我和你有仇 真的沒有 可以和你們一起坐 我就給你了 還要和你們一起坐 對吧 還有 有一點要留意 其實你回到機場 交通費真的很貴 但最近政府 就有這個交通費津貼計劃 我看到我還在做機場的朋友 他們拿到的津貼也挺可觀的 所以我想現在車費 這件事 就幫補了一點點 好啦 今天就大約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們還有興趣聽一下地勤的東西 你們也可以留言問一些問題 因為我都不太知道大家想聽些什麼 畢竟我做了六年 實在太久了 太多東西可以說 也不知道有些什麼 才是大家很想聽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分享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編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